顏寬恒 你要接受檢驗 跟陳柏惟一模一樣 還有罷免這個 陳柏惟的 什麼那個叫做什麼 那個叫做什麼 姓楊還是姓文 姓楊文元 楊文元還有馬克斯 什麼什麼支流的這些人 請你都站出來 大家用同樣的標準來看 顏寬恒的第一個 今天恭喜你成為候選人 我們本來很擔心他不選了 他不選了 顏家還可以偷偷的溜走呢 用其他的方式這個跑掉 顏家知道自己也跑不掉了 這個頭都洗進去了 這一場應戰的第一個就是 顏寬恒你有資格做立法委員嗎 不要管你的過去的立委的 政績如此之差 我們先講 你幫你的爸爸脫產他這個倒債 這件事情 國稅局要不要去查你的這個 正與稅的問題 第二 不誠實的問題 信用破產的問題 第一個應該出來用同樣標準 批判你的就是那個叫做趙少康的人 因為他說陳柏惟 這個沒有信用 不誠實 人格有問題 那顏寬恒你幫你爸爸脫產 是不是這一回事 第二更諷刺的是 剛才明玉說 他們今天宣布的地點 就在殺戮的服務處 對 而這個殺戮服務處 現在最紅的就是 他們的服務處還霸占了他們家 應該被法拍的 不繳房貸的這個房子 這個家族到現在為止 都還不知道死之將至 他們這種應拼的方法 最符合台灣人的精神就是 邪不勝正 要請教地影 光是這個霸占法拍屋這件事情 最正確鑿 這件事看起來其實也是一個圈套 也是他們這個吃銀行 然後最後搞不好用低價買回這個房子 然後最後還可以賺上一票的一件事 這件事涉及到了 嚴寬恆跟嚴利敏的服務處被霸占掉 然後法院公布的這個公文說 這個地方呢 建物在查封的時候 債務人的助理在場表示 債務人的助理 那就是債務人是誰 債務人是嚴家人嗎 嚴家人嗎 因為這個房子他們嚴家 嚴爸爸嚴媽媽跟嚴親彪 他們兄弟姐妹擁有的 目前是第三人嚴利敏跟嚴寬恆服務處 佔有使用中且建物跟隔壁有打通 因買人因自行查證 拍定後不點交 這是法院說的 那誰會去拍賣啊 第三次拍賣 八月十三號流標 這個是一個是台中市議會的副議長 嚴利敏 一個是嚴寬恆是前立法委員 可以這樣子厚著臉皮霸占法拍屋嗎 然後法院拿他沒辦法 銀行嚇得半死 這個損害最大就是銀行 為什麼他債權人查是國泰釋華 那他這個一般來講 對這種佔屋 法拍佔屋的情況 尤其是還是自己債務人的小孩去佔 這個其實是非常荒謬的情節 那這個情節 其實我剛才看了一下這個公文 他裡面包括說這個服務處目前 而且還是債務人的助理 就是嚴家的這個 不管是嚴親彪 或者他的兄弟姐妹的助理 在場表示說 這個東西目前第三人在使用 這個第三人講好像跟自己沒關係 其實一般來講 我們過去在法拍屋不能點交 可能是買賣不破租賃 有人來租 一般的租客 結果在這邊是說 因為是嚴立敏跟嚴寬恆的服務處在使用 這代表說 我這邊我要被拍賣了 對國泰司法債權人來講 我前面要拍賣 如果今天拍賣的價格是好的 我當然債權才能滿足 我錢才要的回來 今天就因為你家裡的自己的這個議員 或立委這種等級來佔 他好像不敢把他清出去 所以不能點交 這個不動產的財產發生貶損 另外一個問題是什麼 建築物一樓打通 在講這個東西 其實在公文上面有表示 他特別講說 這一個裡面 第五點 他說這個建物 如果金主管機關 意思就是其實要拍賣的人 一定是要得到嚴家同意 然後才點交的 那這個法拍屋 完全就是嚴家的霸道跟這個霸凌 這家銀行吃銀行的錢 剛才我們呢 我剛才說是第三次這個流標 但是沒有流標 後來我們查證的結果是 他第一次第二次流標 因為流標之後就打折 打折之後他用最低價 是這個打了六點六折的第一拍的價格 然後賣出去了就是960萬 本來呢這個據說還是嚴家家族成員 那都是自己人嘛 就去圍標來的 光是這個法拍屋這件事情 你就知道 這是嚴金鏢經典的行為 那更別講說 嚴金鏢前面的那個 今天因為嚴寬恒已經參選了 那我們就告訴你了 那你前面的那個請教媚媚的 那個脫產這件事情更精彩耶 對不對 那那個他跟他的太太 兩個人呢 三截兩離 同一個女人 同一個太太 然後呢 他的爸爸呢 突然是負債很多 然後沒有這個存款 然後幾十年下來之後 他兒子變得好有錢 然後他的爸爸沒有錢 沒有辦法還債 這個裡面的脫產的道德問題 信用問題 誠信問題也就罷了 這還牽涉到贈與稅的問題 國稅局要不要動啊 他之所以參選 我告訴你還有很多理由 就是再繼續下去 他也擋不了了 因為一個候選人 後面有國民黨幫他忙 有台中市市長 他可以動員台中市府的資源 來幫他來躲過這些檢驗嗎 我個人是認為嚴清彪是這樣想的 但是是這樣嗎 有這麼這個好康的事情嗎 過去二十幾年 他們都是靠這樣子的威脅欺騙 隱瞞我們這個公資員幫助他 還有媒體庇護他啦 過去的媒體誰敢講他 在地的媒體跟他有什麼樣的關係 這個情況是不是已經變化了 所以嚴清彪所看到的世界 是另外一個世界耶 脫產法派屋 只是我們今天檢驗的兩件事 對我先講喔 因為他如果不參選的話 對不起 他沒有辦法拿到立法委員的寶座的話 台中國民黨兩席立委 都是紅派的 這次如果pass過去 那是不是下次又紅派出來 那黑派是不是就徹底垮掉 他們家憑什麼崛起 我們都已經分析過了嘛 包括他站著立委的職務 更換他父親那個時候 在司法委員會 嚴寬恒也在司法委員會 請問他們對司法有什麼貢獻 沒有 你在司法委員會 很多的東西 你的案子那麼多 是不是就查不下去了 就會投鼠忌氣了 包括他在地方上面 我們看到其實 包括我們的好朋友溫朗東 那或者說我們去看好多裁判書 都可以看得出來 這裡面包括他們 其實也有人 講到他們家還拜託他們啊 討債公司 討債的債務都成啊 為什麼 我現在就舉個例子來講就好了 這個是有個叫陳美玲的 那麼他呢 是呢 借錢給一個玉皇不動產 一個黃明白先生 後來呢 因為呢 那個黃明白就欠了錢 這個陳美玲就拜託一個張志忠 那張志忠呢 就去找了黃明白 黃明白沒出來 照他的助理一個 黃小姐出來 然後呢 那個小姐就說 講了半天以後 這個張志忠就說 那這樣我要找 嚴姓立委 海姓兄弟 結果那個黃小姐一聽 海姓兄弟 嚴姓立委嘛 對 海姓兄弟嚴姓立委 結果到法院去 一搞再搞 你知道是怎麼樣切割嗎 因為證人就被問到 被誘導到反反覆覆 到最後證人就有時候就說 嚴姓立委 海姓兄弟 那人家剛開始講的說 海姓兄弟對就是嚴姓立委 可是有時候就說 就被誘導成說 對立委不一定怕 但是對兄弟兩個字我會怕 對的法院跟檢察官 都幫忙這個去降低這個人 控訴嚴姓立委的威脅 把兄弟跟立委切割 對 說這個人是怕兄弟 不是怕嚴姓 不是怕立委 OK 讓整件事情就沒有事情 然後呢 奇怪了 討債的事情 要動用到大立委 還有包括也發現過 有這個大甲的這個警察 非常熱心的跑去 因為嚴跨恨告了另外一個人 然後那個人後來就被告到 被告太多了 到最後大概也沒出庭 或沒幹嘛的 沒去運訓 然後被通緝 結果大甲的警察 大甲分局的警察局 會這樣跑了三十幾公里 連續兩天 就是非得把那個人找出來不可 他怎麼知道那個人 在某個地方呢 怎麼這麼熱心呢 也就是說從輿論到這個 從媒體到檢警調 單位等等 包括Coco 你昨天也看到我們的 台中警察局局長 也是非常消極 你就知道嚴家的勢力在哪裡 所以他是用政治 去換權力跟金錢嘛 就這麼簡單 還有公廟啦 對 公廟 夾信徒 夾媽祖 以自重 就是這樣子 所以今天他如果不出來選的話 那我請問 他還剩下什麼 他沒有政治勢力 他如果連大甲 鎮南宮這些事情 如果很多事情被趴份趴出來 包括裡面已經有聲音出來 不是說有人有異議嗎 自從嚴寬而失去立委職位以後 他們一定會想嘛 你們會有人對我們當董事長 有這個意見 二十二年來都沒意見 突然有意見 就是因為我們家沒有立委這個席次 所以為了不要動搖家業 我一定要出來選這一席 我不出來就沒有了 我出來就算被趴份 反正我不出來已經被趴了 我出來我還可以用我的陸軍 用抹黑戰術 用各種戰術 我就是要險中求勝 但是我要請教大家 他們家只有這幾點嗎 他們家還有很多 我只提醒一點 我們只看嚴寬恆 我要提醒大家 他有大房二房 他有幾個小孩 你以為脫產只脫給一個人嗎 你以為只有他嗎 他有多少個小孩 有多少事情 然後剛剛講到 他跟他老婆那個真是婚姻傳奇 老婆長得如花似玉 我也不懂 都已經做阿公了不是嗎 你為什麼要這個離婚兩次結婚三次 那我們也懷疑啊 那難道又跟這個財產有關係嗎 因為各位不要忘記喔 眼鏡鏢曾經手上一個十四點二顆拉的大轉介 B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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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點二顆拉很貴吧 他說 人家說你來沒有定義 他說 定義的我兒子 我媳婦身上 所以他就不用財產申報啊 那我請問一下 類似這樣的東西有多少 他的小孩有多少 會值獨厚言寬和嗎 就是慢慢查啦 我覺得太精彩了 台灣的民主的可愛的地方 就在於有些人 命中注定 就是神明要給他一個指引 就是讓他們一起綁在一起一起死的 其實今年年初 就是過年的時候 我那時候曾經發一個臉書 很多人還嫌我 還罵我說 閒著沒事幹管到台中的是幹嘛 當時我其實臉書上寫了以後 我簡訊發給兩個人 他就發給陳柏惟 他就發給岩寬衡 那我當時的講法就是說 我們預測到就是陳柏惟這個罷免案 那時候我就跟岩寬衡勸說 其實罷免的連署你不要去插 你去插罷免的連署插過之後 如果罷免案一案萬元了 讓你罷免成功之後 補選再一次 萬元再給你補選贏之後 大選再一次你四年選四年 而且就是說你這幾道只要輸了一次 只要輸了一次你就會大敗 所以當時事實上我發了簡訊之後 我有打電話給他 他也沒接了 後來他給我回了兩句謝謝 什麼話都沒有說 那言之上陳柏惟這一局 其實我一開始判斷會贏 其實就是差在後來柏惟的那個年輕的時候 雖然他後來有道歉 不過你那個肇事逃逸嚴重還是那個脫產倒債嚴重 所以柏惟姐講的沒有錯 趙少康 請問哪一個比較沒有誠信 如果真要比的話 肇事逃逸的陳柏惟 最後他還跟當事人和解 還賠了錢了 接受了心靈的掙扎 你們顏寬橫絲跟你爸爸兩個人一起聯手倒債耶 而且還這個脫產耶 還騙了人家十年耶 現在被揭發了還不講一句話 哪一個比較沒有道德 我先告訴那個過去曾經用這個人格標準來檢驗陳柏惟的 就是趙少康啊 你自己出來講句話 如果你認為顏寬橫的這個倒債啊脫產啊 法派物霸佔啊 還有其他的那種為事的事情不嚴重的話 看你怎麼去教你的小孩啦 所以這個就是比較 那柏惟其實這一次被罷免成功 我也覺得很可惜 因為這一些事情被抹黑 事實上這真的是柏惟的這兩件事 跟顏家現在被爆出來 那麼多的黑歷史 甚至還可能有更多更多 那這個比較起來真的是小巫見大巫啦 那趙少康當然就是說 他應該出來講清楚 就說到底那你這樣子的比較之下 到底誰比較有長線 所以就這一點來講 其實顏家 包括可能祖宗八代其他的事情 都會再被掀得更多 這是其一 那其二就是說 其實林靜宇跟柏惟 我們兩個去做一個簡單的比較 就是說 當然靜宜戰力很高啦 這個我們將來在節目裡面再講 這個靜宜這個盧秀燕出場 其實是提名黎靜宜的最聰明的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現在這個9號 不是林靜宜跟顏寬恆的戰爭 或是顏清鏢的戰爭 我個人認為其實顏清鏢已經垮了 那各位 昨天全台灣的政論節目 有八個半節目都在批顏家的黑勢力 只有一個趙少康的 因為我沒看懶得看他節目 他就算批他也不敢批 然後從顏家被批判 被找出黑資料以來 你有看到任何一個藍營的政治評論者 跟名嘴 有看到任何一個藍營的政治人物 有出來幫他講話嗎 有嗎 他現在講國家機器 他說現在國家機器動起來了 國家機器動起來了 是哪個國家機器呢 可是問題是這些資料 包含 那個是顏寬恆的公關公司 很這個沒水準的帶風向 是嗎 那個所有的資料 包含法拍屋的資料 只要有關係想要買房子 都會去看過買法拍屋的資料 我告訴你 這些資料都是恨他恨了十幾年的人 留下來的 我講白了啦 跟民進黨一點關係都沒有啦 都是恨他的人 十幾年來放在家裡面 作為精神振奮 以為總有一天會公道智慧來臨的時候 他們所公布出來的啦 昨天名譽也說了啦 當然這個新聞啊 借的群組裡面都收到了 所以這些公文是確確實實的公文 法拍屋的這個公文 這裡面的那句話 叫做他們霸佔了這個服務助 也都是真的 換句話講 善有善報不是不報 時間未到 所以這個情況之下 是不是嚴寬恆的這些地 每天我們都要討論他一次 剛好六十幾天 可以討論到投票前夕的 拍賣取得 如果用前面那個對照 那個國際司法那一件 怎樣可以用很便宜的方式買到 就是你把房子先站著 你不會點叫價值就低了 剛才那個公文上面還特別講 那個法拍的下面還講說 這個地方可能有違章 違章的話 嚴寬恆的服務處 嚴立民的服務處 這個什麼店面兩個 兩戶打通什麼 那可能都不見得合法 所以法院的公文會告訴你 第一個這個地方不能點交 所以你可以拍賣的價值就低 可能人家一般不會去買 不會點交 另外一個是什麼 這個地方有違章 如果是違章到時候 你買到要被下命 主管機關要你拆除的時候 你要致負責任 這個這兩件事情 會讓所有要參加法拍的人 不敢出手 那不敢出手的最後的結論是什麼 受損害的當然是債權人 而更大的是可能後面的人 剛才寇姐講到說 可能要足筆去比對 嚴寬恆的財產申報裡面 有關於法拍 這個哪一筆地號 有沒有跟嚴清標相關 如果用同樣的方式 說我今天我現在欠銀行錢 有沒有超代是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是什麼 我可能可以一拍二拍三拍 打到六折六折多的時候 再出手 再出手我買到 買到什麼 如果是左手賣右手 就我不會讓我兒子去買到 沒有違法 沒有違法 但是對債權人來講 欸我本來跟你這個地方貸款這麼多 假設一千萬 你到後來兩三百萬 就給他解割起來 這個是我們台語在說 吃東西 就是說海蟑螂是一件事情 如果在這邊是這樣的情節 我認為要足比去比對 今天他一旦宣布參選之後 他歷年的財產申報 要去比對當時嚴清標 哪些地號是一樣 如果一樣用法拍的方式 我們就合理的懷疑 跟該討論的 對 他的取得是不當的 他有非常多奇怪的財產的變化 兩千零六年的時候 有四十億筆土地 到兩千零七年突然變十九筆土地 這三十九筆到哪裡去了 如果他轉移給他的兒子的話 那有沒有贈與稅的問題 這國稅局可以立刻的就介入了嗎 對不對 第二到了兩千零九年只剩五筆 二零一三年他這個之後 他就沒有當立委了 因為他坐牢赤多公權 他就選他的兒子來接班 只剩兩筆土地 那換句話講 這個他的財產越變越少 所以他脫產給他的兒子 那贈與稅的問題 是第一個要查的 當他的土地少了之後 嚴寬恆當立委的時候 就開始第一次做立委 就有六十七筆 那看起來這個印證 他們的父子之間 就有這樣的一個關係 那更別講 他的債權銀行 果然國泰世華跟華南銀行 國泰世華銀行 就是他法拍屋的那個 那家銀行的債權銀行 至於華南銀行的部分 那他的這個債權 到底是不是也有脫產倒債 甚至於類似問題 其實是可以探討的 這件事情不是只有單純的民事責任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最常在處理說 你要脫產 如果你欠人家錢 然後人家銀行 或者其他的債主 對你發動強制執行 你說我要趕快脫產 我這個時候把他拖出去 這個時間點強制執行之際 你意圖損害債權 這個在刑法的三百五十六條的規定 是除兩年一下子徒刑 所以每一筆都可以比對他的時間點 也就是說當時 如果說嚴親標欠了錢 然後有人對他發動強制執行 然後突然你看到鹽匡 名下出現這個債產 那個時間點比對了出來的話 他是有刑事責任 不是只有單純說 他民事上面有大家非議 他道德上不可行 他還有刑事責任 這個地方檢察官只有犯罪嫌疑 就可以主動啟動偵查 這是刑事訴訟法的規定 但是我們可以指望 臺中現在的檢察官馬康 你可能要這個過於樂觀 就是說有幾個像嚴親標被起訴 貪污的這一個喝花酒的事情 也是臺中的檢察官敢辦 所以要期要期待 還有正義感的檢察官 要勇敢的來辦 可以告發呀 這要比對 比對完之後 臺中的民眾或者其他的民眾可以告發 那刑事訴訟法規定是說 檢察官已經看到節目了 只有犯罪嫌疑你就主動啟動偵查 這是法律上的義務 最重要的是 隱忍了這個數十年的大甲居民 跟臺中的了解 特別是在殺戮的地區的 了解嚴家家族的一貫的黑資料 跟行徑的人 現在請你站出來 請你站出來 我們會向警政署這個要求要保護你 民進黨的在地市議員 有這個最大的責任 不管那個臺中市的警察局長 蔡章博 有多麼多麼的油華 而且是多麼的消極 這是一個公權力的行使 第二 檢察官跟法官 還有調查局在地的人 被傳說這二十幾年來 都是嚴家在做幕後的操盤人 也請這些人 你們拿出良知跟拿出勇氣 因為嚴家一月九號以後就會垮台 垮台之後 如果你在這之前還包庇他的話 你就會受到懲戒 這個是很重要的嘛 對不對 那最重要的是 這是一場勝戰 國民黨是用打總統選戰的方式來打選戰 對不對 紅黑兩派 昨天晚上在台北跟朱立倫談判 然後今天朱立倫下去 盧秀燕登場 接下來他們會不會把侯友宜也抓下來 會不會把其他的這個首長們全部一起抓下來 當成是政權保衛戰 如果他當成是政權保衛戰 再加上特殊的嚴家的威力 他如果顧救這個手段從施救濟的話 是不是仍然可能最後低空掠過 如果低空掠過的話 那臺中就淪陷了 我看數十年都不要翻身了 我覺得如果嚴家之前這種娛樂鄉民這種勢力還在 1月9號的選舉確實不樂觀 因為大家還是會畏懼嚴家之前這一些力量 但如果就如蔻姐所講的 這一連串這一兩個禮拜以來 對於嚴家在地方的娛樂鄉民 大家看不過去的 你明明欠錢你們家的房子被拍把拍 你還繼續站在那邊你的助理還在那邊講說 這就是嚴寬恒跟嚴立民副議長繼續佔用的喔 你不要來拍喔 你如果來拍你就做這兩個喔 用這樣子的態度 如果大家看不過去 再有更多的力量出來 像這個剛剛蔻姐講的 大家都出來爆料 大家都出來把這個嚴家的黑歷史講出來 希望殺戮 希望中二選區能有一個改變 我不認為1月9號的選舉嚴家會繼續 但我覺得國民黨還有盧秀燕 還有這些紅黑派系的人真的是嚴重 有了啦 你為了嚴家能夠繼續延續他的家族利益 你整個國民黨跟他賠下去 我真的覺得這是腦袋一個洞 但是他們也算過 比方如果嚴家垮了 紅派也要跟著垮 你覺得黑派垮了 紅派會做大嗎 這個派系不是這樣講的嗎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 國民黨就垮了 可是我覺得這有這麼嚴重嗎 嚴寬恒在二零二零二零年 不是就是沒當選嗎 國民黨有因此而是這樣垮了嗎 國民黨因為會垮 是因為韓國瑜 並不是因為嚴寬恒 但是這一次 所以你這一次 所有的嚴家會垮 嚴家會垮 我要講的是說 你為了你把嚴家的心敗 綁在你自己國民黨身上 你到底腦袋有沒有欺負 他也很奇怪 我們真的要去這個好好的研究 盧秀燕到底有多少的這個 欺了多少人情債 對欺了多少這個嚴家的人情債 還有多少叫做籌碼在嚴家的手上 這個第二朱立倫 他從一開始的高姿態 說這是嚴家的選債 到現在他必須跟著一起下去 舉手話動算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公投戰已經輸了 那個他在黨內 已經因為嚇死對喪失這句話 把趙超康惹毛了 趙老先生玻璃心滿地跑 到今天還在生氣 那更別講他的這個 到底是兩個同意呢 是國民黨提的 還是四個反反覆覆 接下來是重啟核四的那個部分 又這個地方的首長 跟他們的立法委員們 一個一個的不敢這個背書 那至於美國的這個進口的 萊克多巴胺的豬肉的問題 他自己講成了 把美國跟全世界都得罪了 換句話講 我們等一下討論的 要請教民意的是 朱立倫突然發現 他在黨內的地位 急急可危也 現在他又要回來靠嚴家了 要靠這一場選舉 否則他很可能 在12月18號的這一場公投戰 就敗下真來了吧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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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